對 那到底有沒有長青關 我們剛剛在討論 其實就像我說的 雖然我覺得有時候你知道嗎 疲倦感 什麼頭痛 我可能會想說 是不是因為我廉價上班 所以我就有這種感覺 可是好像真的不是 我是已經痛到就是吃止痛藥了 真的不是像何美鄉說的10% 因為其實包括英國 他們的衛生單位 然後像美國 他們有刺隔針的相關的研究 很多他們都已經做了 大概的數據都是告訴我們說 70%到80的人 在新冠確診以後的6個月內 會出現所謂的Long Covid的問題 那有些人他就是疲倦 有些人會咳嗽 有些人比較年長的 甚至可能比較容易 引發一些神經系統的病跟毛病 所以其實我們在下一個階段的 超前部署 就是要準備好Long Covid 常新冠的門診 因為這些確診過後的人 他在半年之內 他發生其他的不舒服的時候 他會以為他是得了其他的病 所以可能會有就醫不對的情況 所以像台北市我們自己就有在做相關的門診 真的 對 我去問聯合醫院 其實來的人很多 什麼樣的門診 就是針對你新冠確診以後 康復者 對 你康復以後 還有不舒服的情形 你可以去就醫跟諮詢的地方 現在在台北市去的人就已經很多了 這個其實就是直接在打臉 和美香港所說的只有10% 再來侯瀚庭 柯文哲 黃珊珊 我都問過他們 你們在康復以後 有沒有還是持續的 有不舒服的傾向 有 柯文哲他說 他很明顯感到這幾天 他就是比較容易疲倦 黃珊珊有講到 他有時候運動完會喘 然後他還是有時候會咳嗽 這個都是典型的 Long Covid的現象 所以你看光是 我在市議會裡面所認識的人 就一大堆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指揮中心 你不能用政治跟選舉的思維 在思考現在的新冠病毒 你應該要去以台灣人民 要怎麼樣才能健康 做主要的思考 就像是侯瀚庭 他們直接講說 你不可能是確診第二次 三個月以內都視為一次 這一點都不公平 如果人家剛好就是真的兩次 他就是天選之人怎麼辦 我舉來講 他現在既然他不需要聚革 他可不可以去出席 指揮中心的記者會 他可不可以 你指揮中心是不是 可以邀請侯瀚庭議員 到你的記者會現場 你不要怕他傳給你 你不要怕他傳給你 因為他現在按照 我們指揮中心的說法 沒有確診的 他根本不需要隔離 不需要隔離的 那你就想一般的上班族 如果我第一個月確診 我去算過 侯瀚庭他距離上一次 已經30幾天了 37天 我這邊幫他算37天 那如果我有一個人 我確診之後37天 我又快篩是陽性的 我沒有辦法隔離 保護我自己跟家人 我還去上班 我的同事跟我的老闆 會怎麼看跟怎麼想 而且你還可以再請 第二次的防疫假嗎 原則上不行 現在沒有這樣子相關的規定 可以讓你請假 所以像我在台北市議會質詢的時候 我就跟黃珊珊討論這個問題 因為不是只有侯瀚庭發生 在前幾天桃園就有一個市民 也有是這樣子 有這樣子的情況 他是第二次確診 可是他沒有辦法填寫 自主回報系統 也就導致他後面 完全沒有辦法請假 他只能用一般的病假 去跟貓班請 可是要請7天 對 而且我跟我朋友討論 他就說你要不要回家塞塞看 然後我就說 我就真的 因為指揮中心就說 我們不會確診 我就說可是我塞了就算我是陽性 指揮中心也只會說 我只是陰陰陽陽而已 是 可是你就想 那他37天都陰陰陽陽 是出了什麼問題 他不用再去進一步的就醫 去了解這個情況 所以我那時候我跟黃珊珊說 我們如果說你第一個月 那你陰陰陽陽 我覺得有一點可以理解 可是你看他現在是說 三個月內是為一次確診 那如果你第一天確診7天 然後最後的第90天的時候 你那時候確診 你還把他視為同一次 大家是不是腦袋沒有那麼笨 所以你應該具體的做法是什麼 就是第一次我們用快篩 快篩陽性視為確診 三個月內 如果你第二次快篩是陽性 你要加做PCR 用PCR來確定 你現在有確診的情形 才能請假 這樣一方面 大家不會濫用這個制度 然後二方面 相關的人又可以保持 他自己的身體健康 最後我要再講一個 就是說台北跟新北的這個高原期 過了沒的問題 前天我也問了柯文哲 在市政質詢的時候 實際上還沒有過 還沒 還沒有過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看的 都是住院的人數了 因為現在快篩陽性視為確診之後 其實方便很多 所以很多他是輕症無症狀的人 他快篩看到兩條線 他也不通報 所以我們的通報上面的數字 會比較低 但因為如果你確診以後 你真的有不舒服 你還是會去就醫看醫生 這個時候我們看住院的數字 看你到醫院報到的數字 就能夠知道 我們整體目前的確診情形 跟過去相比 是變得比較輕微 還是變得比較嚴重 還是持平 最近一段時間雙北 至少我們在台北市這邊 是持平的情況 並沒有走低 當然也沒有升高 所以這個高原期 在台北來說的話還沒有過 只是因為現在的政策鬆綁之後 讓民眾真的是 沒有像過去這麼不方便 那這對大家來說 也是一件好的事情 接著我們得來 我們會兒 inadvert蔔 走了 有個平衡 る程度 過去 得